打開房門 一張大床映入眼簾 房務人員加緊腳步整理 要騰出20間空房 專門留給地震的受災戶 旅宿業者主動提供 像這樣的房間 讓災民免費住宿 希望這個時候 能讓災民有個暫時 又溫暖的棋生之所 台中一共有23間旅宿業者 發揮愛心響應 自發性提供房間 只要是受災居民 都可以免費入住 交通局也將配合派車 將災民平安從台南 送到台中 司機跳上貨車準備出發 地震災情傳出當下 三位平時專門載運 剛才的司機上網PO文說 願意幫忙載送 大型救援機具南下 原本從雲林到台南的 一趟任務要收費7000元 但現在司機說愛心無價 熱血司機力挺災民 有的貨車可以載運物資 有的可以載水 遊覽車還可以載人 全都總動員處理幫忙 後照鏡上面跟車尾後面 有細上紅布條 就表示我們要進入災區 投入救災的工作 災民倉皇逃命 根本沒有足夠的衣物抵抗低溫 但這間銅裝店的公告 卻瞬間溫暖所有人 老闆說如果逃生來不及 準備孩子的遇寒衣物 都可以到店裡面免費索取 公告一PO出 網友都深受感動 十一住行 都有好心民眾出錢出力 鄉挺要替災民家加油 也因為大家的愛心 讓台灣變得好溫暖 藉由黃湘景聯員兵 廖文斌 台中雲林報導